嗨,大家好,我是Bri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图片配置文件的参数设置啊 那这些参数设置呢,我也是在YouTube上呢 看到一些摄影大神的一些分享 那我平常呢,也是操用了很长的时间 那在这里呢,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无私的分享啊 当时我也是受益费钱,学习了不少 那我觉得呢,互联网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分享的时代 在我使用的过程中呢,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那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分享出来 我的图片配置文件的参数设置啊 那在以后的日子里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去分享 我认为比较不错的超实用的一些小方法 小技巧和实用类的干货分享给大家 OK,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关于图片配置文件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拍摄前期的调色 那最简单的理解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滤镜啊 我们进入图片配置文件 我们看这个PP6啊 点右键进去 PP6它的Gamma呢,我设置的是CD4 那其他的选项呢,一般我都是保持默认不去改变的 因为我呢,主要是后期来进行调色 所以说前期呢,我一般不做任何的改变 我算是个后期摄影师吧 但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 大家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 每一个参数它代表的什么意义 像黑色等级,我们进去 如果你往上加呢 大家可以注意它的阴影部分,就会被提亮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阴影上的细节呢 你可以往上加一些 往下剪的阴影部分就会被拉 增加它的黑色等级 对于新手朋友们啊 你把图片配置文件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滤镜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 因为各种各样的场景还是不一样的 光线的对比啊 包括你被拍摄的物体啊 还有它的一些布局啊 布景啊 它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参数呢 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哈 我们需要随时根据这些不一样的场景 对拍摄物 甚至是你的光线环境 每一次拍摄之前呢 都需要进行更改的 你像现在这个画面 如果说我们拍摄的是一个产品 如果说啊 这个桌面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布景 那如果你把它拉得很高的话 黑色就会变灰 我们如果想让它的黑色更黑一些呢 你可以往下调一下 让它整个黑色的布景呢 更加的明显的突出 下一个Gamma Gamma呢 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啊 你像C9的话就是四种 Slog2 Slog3 HLG 你像你选择C9的话 你又选择C94就好 那Gamma呢 代表的就是动态范围哈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那一期 电影感调色的视频的话 这个应该配合这试播器 给大家讲的话 亲手朋友们应该能更容易理解一些 我们所拍摄的画面呢 它的组成部分就是光线和阴影 那在试播器上呢 从0到100啊 是整个画面的合理曝光范围 你的阴影部分呢 不要低于0 尽可能呢 不要把它切掉 你的高光部分呢 不要让它超过100 也尽量不要把它切掉 那我们各种Gamma的选择呢 在试播器上的表现 它的高光中间调和阴影部分 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Gamma呢 它的高光范围呢 会更加出色一些 而有的Gamma呢 它的阴影细节 会保留的更加的多一些 你像现在的Gamma Cine4呢 我现在不经常使用了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HLG 那有时候呢 也会用到S-Log 那今天呢 就先不展开讲了 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黑Gamma 那黑Gamma呢 你可以理解为 只对阴影暗部细节进行调料 而保留它的高光部分 它有一个范围的选择 分为宽中窄 那宽呢 大概是从阴影部分的0 到56时 这个范围 中呢 大概是从0到30左右吧 窄呢 基本上是从0到20左右 比如你选了宽 我们进它的等级 你就可以只对它的0到56时 这个部分啊 进行阴影的体量 还有对暗部的拉低 那它的高光部分呢 是保留不需做变动的 下一个七点 七点呢 一般设自动就可以 手动呢 你也可以对它的斜率进行调整 这个七点呢 主要是针对于高光部分的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咱们的高光呢 不要超过100 超过100呢 它就过爆了 那我们给它手动设置到95% 90 甚至是80 70 都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 现在给它设到95 那它到了95这个线呢 我们的高光部分 就不会往上走了 它会在这条线呢 给它切掉 随着你一般选自动就可以了 色彩模式呢 如果你选择的是Cinema的Gamma 选择Cinema就可以了 饱和度 这个也很好理解啊 你往上加呢 就会给它增加饱和度 往下减呢 就会降低它的饱和度 色相的相背也是啊 往上走呢 它就会增加品红色 往下走呢 它会增加一些黄绿 色彩的浓度 就是我们常说的RGB三原色啊 R呢代表的是红色 往上调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模仿红色的变化 然后往下走 G呢就是绿色啊 大家找到那个绿色啊 往上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绿色的变化 然后往下走 B呢就是Blue 蓝色 所以说呢 这就是前期拍摄的一个调色环节 然后索尼相机了 给了我们从PP1到PP10啊 10个储存档位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拍摄的环境啊 记录你自己所调试的数值 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把它们储存为各种各样的滤镜 方便咱们之后拍摄的调取 然后再看到下一个细节 细节就是整体画面的细节 那我就是剪 好 这样的里边各个参数都讲完了 如果你平时的拍摄呢 是不进行后期调色的话 那我建议大家呢 进入里边调它的数值 在你拍摄前期呢 调出一个不错的图片配置文件来 然后再来进行拍摄 如果你像我一样 是需要进行后期调色的话 那我们进入以后呢 你选择好Gamma 和选择好它的色彩模式以后呢 其他的选项就不用再去动了 所有的一些饱和度啊 相位啊 色彩的浓度啊 细节 我们都是可以在Final Cut Pro PR 甚至达芬奇里边进行更改的 我平常使用呢 最多的就是HLG 偶尔也会使用S-Log 我的PP7呢 设的是S-Log2 然后其他的选项呢 我也不去动它 色彩模式呢 我选择的是S-Gamma3-CNIC 上面这个S-Gamma呢 它会偏黄和红一些 这个是整体比较均衡 S-Gamma3呢 偏黄会多一些 这就是我S-Log2的一个参数 然后PP8 我用的是S-Log3 色彩模式依然是S-Gamma3-CNIC 其他的参数呢都保持不变 那对于S-Log3和S-Log2的区别 大家从这样直观上来看啊 PP7是S-Log2 PP8呢是S-Log3 这样来看区别是不是很明显 S-Log2啊 也就是PP7 它的对比度呢 明显是要比S-Log3 PP8的对比度要更大一些 S-Log3的动态范围呢 比较整体光线的过度呢 是非常均匀的 适合于拍人像 拍出来的肤色呢 是非常好看的 好 我们看到PP9 H-Log啊 H-Log呢 我一般都是用H-Log3 H-Log3的动态范围呢 会更大一些 它的其他的参数呢 我也没有做其他的改动 色彩模式这里 我选择的是BT2020 新手朋友 或者是刚开始接触调色的朋友呢 你用709所还原出来的色彩呢 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真实的 你像709啊 我们用到的 现在的所有的显示屏啊 大多数的显示屏都是709 而2020的色彩空间呢 它比709是要大的 如果你用HDR的显示屏来显示的话 它显示的画面 色彩是更加绚丽一些 这是最直观的感受 因为它记录的色彩空间更大 比709要大 所以说你用709来进行拍摄呢 它的色彩还原会比较好一些 那不会调色 或者是刚开始入手调色的朋友啊 也方便你进行那个 后期的一个调色学习 那接下来PP10啊 是我在很久之前 刚开始学习调色的时候呢 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摄影大神啊 他分享的一个数值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着设置一下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是所有的参数 都适合你所有的拍摄环境的 就像你拿手机来拍照一样 那一个滤镜呢 套在这张照片上好看 但套在下一个照片上 它就不好看了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大家还要根据 自己的拍摄情况啊 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你像它这黑色等级 它是加了5 那就证明 它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呢 它希望它的阴影部分呢 它的黑色部分呢 能有所提亮 然后它的细节呢 黑色的细节呢 能更加明显 更加清楚一些 如果说你拍摄的场景 如果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场景 你希望它更黑 更干净一些的话 那你加5肯定又不合适了 所以大家就仅仅参考吧 Gamma呢 也是HLG3 黑Gamma呢 它的范围设的也是宽 气垫这里不是很重要啊 你自动就行 手动的话 一般设到90也可以 色彩模式 ET2020 饱和度没有加 相位加了3 色彩浓度 这是它色彩浓度的一个数值 大家可以记一下 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在后期调色之中 你通过色彩的调节 色轮啊 色彩的偏向啊 饱和度的曲线啊 色相饱和度啊 都是在后期可以调节的 细节 细节是减了5 OK那今天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 对你有帮助呢 请为我投币 点赞 收藏 转发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点一下关注 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 见了也不散